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 這把Beretta 在義大利製造的 十二口徑牽彈槍 那是Extrema 2 它這把 這把 這把牽彈槍的 槍管是再來不限的 所以必須使用代槍的 子彈 英文就叫做 Sabers Lock 就是它的子彈 槍彈是 坐在翹上面的 不然的話這些 槍會積成在 萊芙線上 這把槍上面有裝置了 配備了這個 Nikon的三到九倍的 Slug Hunter光描 這把槍 因為後座力也蠻大的 所以 它也配備了 這個 緩衝裝置 這個後座力緩衝裝置 今天來跟大家 介紹一下這個拆解 那 拆解之前先請槍 大家可以看到 空槍的時候 一拉的板機 它的槍機就自動自厚 這是釋放鈕 這時候是準備即化狀態 然後 還有 這時候準備即化狀態 另外的話 它就沒辦法自厚 那要手動自厚的話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可以自厚的 裝置 後面壓下去 也是自厚 前面壓下去 這裡壓下去 還有 釋放 然後 要拆解需要 一根 錘子 還有一根 尖 這個 鐵棍 才可以拆它 那 拆之前 要確定這個槍機是滋厚的 先 擠放 就可以滋厚 要是 要是這個是 準備擠放狀態 這個 沒有辦法滋厚 還有另外的辦法 就是 把這個壓下去 也是可以滋厚 也是可以滋厚 那 先 將槍管 拆線下來 這邊 是 彈槽的 蓋子 把它卸下來 卸下來 之後 小心裡面的彈簧 就是彈簧 下下 裡面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彈簧 底科 就是 子彈不會直接碰到彈簧 這時候這個 這個 護工就可以拿下來了 對不起 這是 hand card 就可以拿下來 拿下來以後 這槍管也就跟得下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光瞄是跟著槍管走的 換句話說 你這個 換槍管的時候 都不會影響 光瞄的校正 那這就是它的 這活塞 退殼的活塞 那 也可以 也可以換根槍管 這是帶來浮現的 那有不帶來浮現的 就是 一樣的就是裡面沒帶來浮現 那上面有個極 槍管極 可以做為瞄準用 那一旦拿下來以後 這個 就可以拿出來 就是槍機 首先要釋放 它釋放以後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扳手是擋住的 沒辦法拿出來 所以要把這扳手 拔出來 拔出來的話 它因為 有個槽 才可以 要對準用 才能拿出來 那 要從這裡 這邊有個小 小孔可以看得到 一旦對到 就可以拿出來了 但是 也是挺費力的 拿出來以後 再釋出來 這就是彈槍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一般清槍 到這邊就可以了 要把 這個 槍機組 拿下來 必須用 用 黃頭 和這根鐵棍 把它釋出來 就是跟一般的散彈槍一樣 就是這個壓力 這就掉下來了 這就是槍機之後 就是有這邊卡住 這邊有個 這個彈簧 就是 裡面要是有子彈的話 它就把它壓進去 這裡 就會彈上去 彈上去以後 它就沒有辦法 滯後 要是 它壓下來 就有辦法滯後 這 就是 大致 如此 那 剩下這些東西 是要拆 必須把這些插銷 把它拔出來 比較麻煩 一般是不會 拆到那裡去 那 現在 裝回去就是 反向 一些 程序 反向 先後面先進去 進去的話 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 這個 要把它壓下去 壓下去以後 這個才能進去 這樣 進不去 然後 把它壓下去 就下去了 差一點點 它就 這根插銷 就沒有辦法進去 確定它完全 完全平了以後 這個插銷 才有辦法進去 好 這樣就進去了 進去以後 就是先放槍機 槍機放進去以後 就是 這個槍機板手 這裡就可以看得到 這邊有顆槽 這樣就對到 它就可以進去 進去以後 一樣 要滯厚 先把它壓下去 就可以滯厚 然後 再來就是槍管 這個蛋槍這幾顆 蛋黃 還是一樣 蛋黃進去以後 要小心不要讓它 彈出來 一彈出來 不曉得 不曉得打到什麼東西 對不起 這個 放這之前 還有一個 HANGAR 副手 這要先進去 副手進去以後 肩帶 擱在這裡 這時候 才放彈簧 差不多就把這個蓋子 蓋上去 加上去以後 這邊有個 小彈簧 頂著 頂著這個蓋子 你就聽得到 這個聲音 手緊就可以了 不用太緊 因為那個 檔黃就是 確定它不會刪掉 然後 釋放 這個槍劑 一切OK 然後 擠發正常 OK 這就是 BARETA的 A321 對不起 391 Extrema 2 謝謝大家 拜拜